我是你的命定水司董 我們是桃園中立CP值最高髮廊 Tiam 2022年的男生髮型應該怎麼剪呢 來 教你跟設計師怎麼樣溝通 第一件事情 兩邊不要推太短 第二件事情 上面的頭髮不要剪太短 第三件事情 燙頭髮不要燙太卷 因為在2019到2021的時候 其實男生流行非常非常多 你不需要有一些卷度的髮型 那我們現在在2022年 追求比較自然比較輕鬆的一個狀態 追求真我的世界 所以我們希望燙頭髮這件事情 只需要調整你的髮型不足的地方就好了 不用很刻意的去營造出什麼樣的一個燙髮 還是很刻意的去營造出什麼樣的效果 這樣子就會是最適合你的髮型 那看到我們的身後有非常非常多的設計師 以及我們的模特兒 很快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2022年我們為大家準備的男生髮型 GO 他本來就很帥 然後再加上我的髮型 他就只會更帥 對不對 我是你的小星星 遇見我 你就亮晶晶 我可愛嗎 他好帥